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张慕胜张老师 从事网管工程师和网管的讲师 约有18年的时间 致力于研究思科的网路设备和Windows的伺服器 及Linux的系统应用 近年来也不断地朝向企业网路行销、电商发展 最主要的专场在于辅导企业导入资讯系统 并整合各项技术 如虚拟化VSphere、Microsoft企业解决方案 Linux开源系统、Sysco设备违运和电商平台 讲师拥有CCIE的证书 以及微软的MCSE、Red Hat Linux 以及这个VSphere、VCP 那么为什么要学这一套课程呢? 因为网路跟系统的关系绝对密不可分 打好网管的基础就从这个课程开始 以致学足跨越网管、Microsoft Server 以及Linux Server的系统平台 课程动手实作最有感觉 让我们来看一下 在课程里面的一些精彩案例展示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捕捉风包的实况 在课程中我们会来谈有关于风包的这个分析的实况 那么我们会利用这个WireShark的这个套软体 那我展示一下 我们用这个连线到FTP站台 那同时呢把这个方法分析呢 我们先把它解录 那么进行呢 这个通讯 那么你会看到FTP已经在通讯了 那么它会提醒我们呢 要输入这个使用者账号 对不对 我输入一个FTP 那它要求我输入密码 那密码呢我就输入 但你们看不到 最后呢跟它结束这个连线 对不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的风包分析已经全部捕捉完了 但是我们需要做过滤 所以我们可以停止捕捉了 把这个风包过滤一下 FTP的Data 那把FTP筛选出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呢 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这些资料 对不对 这些呢都是明文风包 都会以风包的方式来呈现 那你可以点选每个风包 就可以看到它的 说这个承载的资料 是什么 有些是我们的一些文字啊 有些是我们的一些叙述 那我们可以通过按右键呢 把这个FTP的整个流量呢 把它组合在一起 我们就会看到呢 跟你在这个画面上所看到的讯息 是一样的 两边做对照 这些文字内容呢 就会全部展现出来 那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你在后面的过程里面 你会输入账号密码 对不对 那这个过程呢 也会被同时的捕捉下来 那我输入的账号呢 是FTP这个账号 那输入的密码呢 是ftp小老鼠ftp.com 然后我跟他说一个结束 所以我们在输入密码的时候呢 你是看不到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系统捕捉的时候呢 这个密码就被解决下来了 这是在我们课程中 会做进行的演练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微软的server 如何做网易的账号管理 那么在微软的这个 伺服器管理里面 有关于群组跟这个账号的新增 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展示一下 有关于这个在AD里面 如何去新增 这个群组账号跟使用者账号 那么我们在这个AD的工具里面呢 展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内进呢 是有个叫做使用者的一个资料夹 我们在这里面先做展示好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users里面呢 去新增一个叫群组 比如说它叫做群组叫做RD 那这个RD呢是预设置套用全域安全性的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新增一个使用者的一个账号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个叫使用者账号 那这边的账号呢你就可以去书写这个账号的姓氏啊 名字啊跟它的全名 那重点是下面的登录 这个是使用者的登录名称 就是指它的登录账号 登录账号呢有分为两类 一种是用类似email的格式来登录 一种呢是使用这种网欲写线的方式来登录 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那么给它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呢必须要符合适复杂度的需求 那么使用者呢在登录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换密码 一般都是要换密码 让它直接换密码 那这个时候呢就完成了这个账号 并且呢把这个RD1呢 加入到我们刚刚所做的GRD群组 我们可以输入G 然后呢去让它去搜寻 选取GRD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账号加入到群组里面了 那么日后呢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群组呢去做一些安全性的权限的分配 这个展示到这边 最后呢我们来看在Linux上面呢如何使用Pofis来收发电子邮件 那么在这个示范里面呢我们要示范的是在Linux Server里面的一个邮件服务 叫Pofis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说明 我会用这个Linux里面的一个工具 叫Avolution 那它是一个邮件的一个收发工具 那在这边呢我会先建立这个RD1的账号 以及它的收信的伺服器 那我们要把这个 利用RD1的这个Email账号呢寄给RD2 本地的使用者 并且我要把它寄到我的Yahoo 看是否能够在Yahoo能够收到我寄出去的信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展示 所以这边呢我会输入上我的身份 叫RD1 那它的Email RD1小老鼠IT.com 那这边填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按下一步 那么这边是我们的收信的伺服器 我们有收信的有POP3 跟IMAP 那我们用这个POP3 比较常用的把信呢收下来 这个输入我们的Mail Server 以及我们的账号 这种检查新邮件 这都是预设值哦 再来是寄信的 我们寄信的SNTV Server 这边也是我们的同一台 mail.id.com 账号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套用 这样我们就新增了一个 这个邮件的一个账号 那我要从RD1呢寄送给RD2 点上一个邮件测试 所以我们输入个邮件测试 那内容也是邮件测试 把它填上去 那转送出去之后呢 我们来另外一台我们的Mail Server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另外一台 这个Send OS第一台 我切完成RD2的身份 并且利用它下达Mail 来搜看一下有没有信件进来 那这边看到一个叫做RD1 已经寄信过来了 我把这信件打开的内容就是Evolution 我刚刚贴上去的 这个就证明说我们的这个RD2的User呢 已经收到Evolution 另外呢我想再做一个测试 我能不能寄到Yahoo 那一样是一个叫邮件测试 然后呢把它输入完成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这个 外面的Yahoo的 我也从Yahoo呢收到了一封邮件 来自于RD1的测试 那说明呢这样子一个测试呢 是可以的 这个展示就到这边 这边我都 촌 嗯 好不准 我对 introductions 你还没关系 你应该可以拿回来